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教各位觀眾的是 剪球的方式 那有些小朋友 他因為剪球的時候 常常用球拍去摩擦地板 造成球拍的線 會從旁邊斷掉 而浪費一下條線 所以我們今天 要教小朋友 如何從旁邊來剪球 那我們來看一下 球 你在剪球的時候 一定是剪從左邊或右邊 位置對齊球拍 不是這樣子,這樣是不對的 你要想辦法讓球 在你的 現在照的左邊 或者是右邊 那你的球拍靠在他的旁邊 瞬間 球拍一翻 往斜的45度角 撈上來,球就上來了 看一次 放在旁邊,往45度角 一撈就上來了 這樣子 這樣子一撈就上來了 再看一次 45度角 放在旁邊 然後往45度角 一撈,球就上來了 那你也可以 這樣子也可以 你只要球讓你在旁邊 剛跟一速這樣子 這樣子也可以 這樣子也可以 同樣的方式 45度角 45度角 那更好玩的 我們也可以一次撿兩顆 你把兩顆球放齊之後 再一次的撿兩顆球起來 像這樣子的動作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那我們希望呢 小朋友 以後這個線不要再磨斷了 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